Hello,大家好,我是尼文老师 那最近因为老师比较忙的在指导同学做科展 还有前一阵子有感冒 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帮大家拍影片 那因为下礼拜好像有很多学校要开始断考了 所以我今天要帮大家复习的呢 就是国一生物的二次断考的范围 那我们学校范围是从二支五 就是所谓的生物技术到这个四支五是植物界 那我就想说今天大概花个一些时间 先帮大家复习这个部分的内容 那如果你有需要其他范围的部分 你可能要去看你之前的影片 或是你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再回复你们的问题 好,那我就先从二支五开始介绍 二支五呢是这个叫做复制 就是应该说生物科技 二支五是生物科技 好,生物科技 好,那生物科技呢主要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呢叫做 就是基因转持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复制的技术 复制 第二个叫做复制 复制生物 好,那这两个主题呢 它这个基因转值的英文叫做GM 就是Genetical Modify 就是说基因的改造 好,那复制的话比较特别 它的英文叫做Clone C-L-O-N-E 好,那这两个技术呢 就是这个单元最主要的内容 好,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基因转值 好,基因转值的意思呢 就是把一个外来的基因 植入到另外一个生物身上 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就是 比方说把那个水母的荧光基因 植入到另外一个生物 比方说植入到老鼠 那老鼠就会发出荧光 好,或是把它转值到鱼身上 鱼就会发荧光 甚至你可以转值到一个植物生长 植物也会发荧光 好,所以呢 它就是把一个植物的基因呢 转到另外一个生物身上 好,那在课本举的例子呢 就是所谓的胰岛树的基因 好,因为我们人呢 需要胰岛树嘛 对,胰岛树是可以控制血糖 很重要的一个基数 那我们人类就尝试的 要用胰岛树基因 转值到这个 转到细菌的身上 来请它帮我们 制造这个胰岛树 好,那这边呢 有一个观念你要先了解 就是什么叫做基因转值 它的意义到底什么 我可以这样举例来说 其实基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基因它其实是由 我们知道它其实是由DNA所构成的 对,那基因呢 在一个比喻里面 基因它很像是食谱的概念 食谱 就是比方说我家里面有一个食谱是 我们传家的这个工榜基因 那我非常喜欢这个料理 那这是我阿嬷传给我的 所以我想要复制这个料理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就把食谱呢 交给这个厨师 厨师去料理 厨师 那厨师就会帮我做出这道料理 料理 然后我就可以吃到这个 美味的我们祖传的工榜基因 好,那在生物的世界里面呢 这个基因的概念 其实就像是食谱 它本身是不能吃的 它就是一个 它是把一个 我们说这个要制造 胰岛素来说 胰岛素来说 这个胰岛素的基因 胰岛素基因 它就像是一个食谱 胰岛素的 假设我今天要这个转值 胰岛素基因 胰岛素基因其实是一个配方 它只是一个成分的一个描述 但是它本身不是胰岛素 但是呢 我们经由这个胰岛素的基因 在人体的DNA里面 把它剪下来之后呢 把它送到哪 送到谁身上 送到细菌身上 这个细菌就像我们的厨师一样 那为什么要选用细菌呢 因为主要是因为细菌 非常便宜 你如果要养一只细菌 其实你只要糖水就够了 就不用太多的东西 所以实验室里面养细菌 就是有一罐糖水 然后加一些氨基酸 一些成分 让它可以生长就够了 所以它非常便宜 那这一只细菌 它接受到人类的胰岛素基因之后呢 它就会开始制造出 我们要的什么呢 就是胰岛素 它们就会开始制造出胰岛素 所以这时候你人类才能够 真正拿到可以 可以使用的胰岛素 所以呢 基因就像食谱 那这胰岛素就像料理 那细菌就是像这个厨师一样 所以藉由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胰岛素 那这个 这个技术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你不一定要用胰岛素基因 你今天如果改成用这个 呃 改成用比方说生长基数好了 生长基数 生长基数的基因 那细菌来找呢就是在人类的胰岛素上面 那你把它剪下来之后呢 贴到细菌身上呢 细菌就会制造生长基数 好 所以用这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制造出人类想要的各种的 身体的一些基数啊 或是一些蛋白质一些东西等等 好 所以以上就是基因转值 好 那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举个例子来看 所以呢 我现在做个示范好 呃 首先呢 就是 我们呢 要先找到一段人类的 胰岛素基因 好 就是人类的 胰岛素 基因 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送到 细菌的DNA身上 因为细菌它其实有两套DNA 一套是它自己的 染色体 那它还有一个 它还有一个是圆形的DNA 那我们人类呢 就把这个 把它细菌的DNA呢 把它拿出来之后 好 把它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人类的基因怎么样 把它送进去 那我做个示范给你看 首先这一段黄色的子带 代表是人类的胰岛素基因 这是人类的 那这个是细菌的DNA 那细菌的DNA是环状的 这是比较特别 它是圆形的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先把细菌的DNA剪开 那这剪开其实这个就是酵素 在生物体里面有个酵素 它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叫做限制酶 你们高中的时候就学到 好 那我们把细菌的DNA剪开之后呢 我们再把人类的基因怎么样 利用酵素把它 粘上去 粘上去 那粘完之后 这个细菌的DNA就其中带一段 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人类的 所以同学不要搞混 所以这就是简单的一个转子的概念 那说到细菌身上 细菌就会开始大量制造 那我们只要培养更多的细菌 就会有更多的这个胰岛素 最后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胰岛素 就很便宜的获得这些胰岛素 好 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个 这个基因转子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复制的技术 复制 其实复制的技术 各位应该觉得不会太难 像复制阳 复制阳是怎么这样做的呢 就是呢 刚刚我们提到呢 就是应该说 复制阳它的做法是 它是一种无性生殖 那为什么它这么震撼 就是因为 它透过它生殖的小孩呢 是不需要受精的 不需要受精的 因为呢 同学 这个做法就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胃受精的卵子 胃受精的卵子 它的做法是 拿一个胃受精的卵子 那我们知道胃受精的卵子 它其实是N嘛 就是没有受精 那我们知道其实一个正常人 或是一个生物来说 它的染色体是2N 2N才能够成为小孩 那一般的方法是 就是N再加上一个精子 对不对 也是N 然后它就得到2N的个体 就是这样才能够 这叫做有性生子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生物科技的做法就是 把不要有精子 直接把胃受精的的卵子 变成是2N的的卵子 就用这种方法来获得这个 下一代 那怎么样从N直接变到2N呢 他们的做法就是 把胃受精的这个卵子的盒拿掉 把盒拿掉 把盒去除 然后呢就是这个盒我们不要 我们植入了什么呢 植入这个 植入这个 植入这个2N的体细胞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 其实体细胞就是2N嘛 体细胞的染色体就是2N 所以利用这种方法呢 这个胃受精的卵子呢 就直接变成了2N的细胞 就是我们把那个体细胞 这是2N的细胞 2N的核体细胞 所以呢 只要你看这个核是谁的 那长相就会完全一模一样 像那个生物了 所以这是负质养的一个做法 所以它负质养是无性生子 那它也可以直接利用 那为什么要用卵子 是因为卵子有分裂能力 那我们要加上一个2N的体细胞的细胞核就好了 体细胞的核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复制的生物 那但是这个生物呢 这个软 这个已经被改造过的软了 它必须放回去子宫里面重新发育 才能够得到乳关子的个体 好 所以这个是我简单讲的话 因为想要留点时间在后面 好 所以这是复制养 那同学回去可以再把课等看熟 这个很重要 那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个叫做 嗜管婴儿的概念好了 嗜管婴儿 嗜管婴儿呢 其实它是一种 注意它是一种有性圣旨 只是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透过体外受精 体外受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有些男生啊 他的精子有些爸爸 他的精子不够 数量不够 或是母体本身 他的这个可能是子宫啊 或是这个 这个疏管管的问题 导致他们没办法 正常的受精 所以 科学家就利用呢 把人类的精子跟卵子 从母体跟从这个爸爸的身体里面取出来之后 在嗜管里面受精 所以它其实就是 它的原理是因为它在这个培养里面 这个精子呢 跟这个卵子呢 受精 受精完之后再放回到母体里面 来做一个有性生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它是有性的 只是它是体外受精的 所以这同学不要感混 OK 好 那这以上就是关于这个生物科技的部分 好 我们就很快讲完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的部分 呃 第三章呢 就是演化的部分 好 第三章 好 演化 那 这边有三个章节 好 第一个就是演化论 好 演化论其实有两派 一开始我们说是那个拉马克的用尽废退 跟这个达尔文的天泽说 好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拉马克的用尽废退 目前被认为是 是错的 因为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先写一下 好 那就是当时候他们在争议的就是这个 长颈度的 好 这个 脖子 为什么这么长呢 长颈度的脖子 好 这是一只长颈度 那长颈度的脖子为什么这么长 其实这边画得不够长 好 那么呢 那马克就说 因为他每天拉脖子 拉久了就变长了 因为他要吃叶子 但是 但是这个说法是被认为是错误的原因 是因为你拉脖子 可是你并不会影响到你的 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 他不会影响到他的DNA 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 精子或卵子里面的基因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解释方式被认为是错的 那后来到了达尔文的天泽说 他才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个过程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就说第一个 其实呢 生物一开始具有个体差异 个体差异 所以呢 就是说 就是说呢 这个 一开始的 长领度 其实有的脖子比较长 有的脖子比较短 就像你的兄弟姐妹 你生下来的时候 你的弟弟 或是你的哥哥姐姐妹妹 可能他的身高跟你不一样 有的比较高 有的比较矮 所以就个体差异 那是来自于有性生殖 的基因重组 或者是有些突变造成的 OK 所以 那注意 因为有个体差异 那注意 个体差异是演化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因为如果大家长得都一模一样 就不会有演化 如果今天长领度 每一只长领度长得都高度都一样 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是 最后就一起死了嘛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 大家就一起死了 所以呢 个体差异是很重要的关键 也是演化的最根本 就是 一定要有个体差异 所以 无性生殖是对于演化是没有帮助的 他容易造成 甚至容易造成那个 生物的灭绝 所以在一个环境比较困难的时候 有性生殖突变 造成了个体差异 才能够促进天则的出现 那有个个体差异 其实这些长领度本来过得很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呢 因为这个 所以他们一直生一直生 就造成了这个生 我们说这个过度繁殖 过度繁殖 过度繁殖 那过度繁殖之后呢 可能接下来影响就是 日子没有那么好过 对不对 可能发生了天灾 或者是什么 旱灾 或是森林大火 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就是所谓的 资源不足的问题 资源不足 好 那资源不足之后会怎么样呢 资源不足之后呢 就开始要抢食物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因为长颈鹿他吃的食物是一种树的叶子 叫做赤槐 那他抢那个植物的叶子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你如果比较矮的 你可能就抢不到食物 对不对 比较高的可以吃到比较多叶子 所以后来呢 就怎么样呢 再来就第四点 就是生存竞争 生存的竞争 那生存竞争之下呢 可能就会有什么 有天敌的出现 对不对 有的人吃的 吃不饱 然后又有狮子啊 这些动物来攻击它们 所以就会造成那个比较矮 又比较瘦的 的叶子就会被吃掉 然后就被 就被 灭了 那这时候呢 生存竞争之后呢 最后怎么样呢 就是适者生存 所以第一步就是适者生存 噢 适者生存 适者生存 那适者生存呢 这一代之后呢 就发现矮的基因 假设说矮的基因是小A小A 那高的基因是大A大A 小A 那你就会发现矮的基因慢慢的被消失掉 那只剩下大A的基因 所以呢 长颈鹿就这样一代 怎么样 就是矮的就没有了 只剩下高的 那到下一代呢 又是稍微矮一点又死了 高的又活下来 然后一代一代呢 所以最后就是所谓的 的世代修饰 就是一代接一代呢 最后呢 得到的 能够活下来的基因 就是大A的基因 就是高的基因 所以 经过了几万年 几千年 几万年 几百万年之后呢 长颈鹿最后只剩下高的基因 矮的基因就全部消失了 所以以上就是达尔文的天折 第一个步骤就是个体差异 那个体差异也是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没有个体差异呢 就不会有演化的发生 然后呢 过度繁殖 然后经由天灾 或是资源不足呢 就造成了生存竞争 那有一些天敌的攻击 那最后就是适者生存 那不适者就被淘汰了 那一代接一代呢 世代修饰之后 就会变成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天则说 是一个很完整的理论 那我们来看一下天则说的 的例子 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所谓的抗药性 抗药性 就是呢 农夫他在撒农药 都会发现 为什么一开始撒的药有效 后来就没有效了呢 其实抗药性就是一种天则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你可以想象 这个虫虫呢 假设这边有很多虫虫 好 那我们要学着用这种 这种这个 这道理论来解释 就假设这边本来有 这个五只虫子 五只虫子 好 那么呢 第一步是因为他们有个体差异 所以有的基因是A 有的基因是B 有的基因是C D E 好 那么这ABCD 这 这五种基因呢 刚好怎么样 在喷农药的时候呢 刚好就有一种怎么样 因为他们生殖的时候 有一种农药 刚好他不怕 所以其他都被杀死了 那如果这一只呢 他很幸运的存活下来 他的后代是怎么样 都不怕农药 所以呢 为什么会有抗药性 原因是因为 这些生物他本身就具有抗药性 他天生的基因 因为个体差异关系 他天生就有这个抗药性 只是他没有被 没有被 那个筛选出来 那你经过农药的筛选之后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说不要乱用农药 原因就是因为 本来这几种生物 他会互相竞争 互相那个抢食物 可是你把 你把这些其他种类的杀掉之后 反而留下就是抗药性的问题 所以抗药性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农药平常不能乱撒 因为他平常会有制衡的效果 如果呢你 你过度滥用农药的话 最后造成就是这些 能够抗农药的 基因的这些虫子 他就活下来了 所以你再撒再多农药他也会怕 所以 抗药性是因为 他本身就有个体差异所造成 好 那当然这也可以用在人类的身上 就叫做仁则 仁则就是用人的方式去筛选 我们要的特征 所以我们说抗药性 他是天者不是仁则 原因是因为 仁则是比方说 我喜欢甜的水果 我就去挑选甜的来繁殖 然后 生下的小孩再去挑 不断这样挑 挑到最后就是 水果是又大又甜 这叫仁则 那天则是 生物自己因为 为了生存而活下的一个基子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演化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的是 化石跟这个 所谓的弟子年代的部分 那化石的部分 我就不讲 因为那个部分 你们稍微自己看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介绍的是所谓的 地子年代 好 地子年代呢 就是把地球呢 分成呢 主要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叫做前韩武记 因为它在韩武记之前 韩武记是 这个古生代的一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 叫前韩武记 那其实地球呢 它的年龄有46亿年 46亿年 好 那前韩武记其实 占了多少年 这叫5.4亿年 前韩武记大概占了 将近40亿左右的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地球在前面一个阶段呢 在前韩武记 其实这时候没有什么生物 大部分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蓝绿菌嘛 我们说蓝绿菌 因为它有细胞壁 所以它可以留下这个化石 那也有一些藻类有出现 那可能据说 当时候可能今天有水母这种生物 不过因为水母它太软 它没有办法形成化石 所以就没有留下来 所以前韩武记 我们了解的并不多 那考试的话 其实也不太容易考 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比较重要的是 进入到第二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叫所谓的古生代 古生代 这个时代叫做古生代 那古生代是从5.4到2.5亿年左右 那它只占了将近大约3亿年 可是古生代就有很多生物出现 那我们先知道 古生代代表化石就是三叶虫 它是住在水里面的 一种节肢动物 它是一种节肢动物 所以它很像昆虫一样 但是它是住在水里面的 节肢动物 那么古生代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各位在学这个单元的时候 就是你要做个分类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植物的部分 这时候的植物呢 从古生代开始呢 就出现了所谓的 显胎 还有蕨类 还有螺子植物 这三个东西就在古生代就出现了 那最早登陆 陆地的生物就是所谓的蕨类 显胎啦 抱歉显胎 那为什么显胎可以登陆陆地上呢 因为其实在早期呢 地球上面的辐射非常强 因为那时候的臭氧层还不够厚的时候呢 其实陆地上不能够住生物 因为辐射太强 那之前后来 这个蓝绿菌它 光合作用至少很多氧气 那氧气就转变成臭氧 那有了臭氧层保护之后呢 才开始有植物可以登陆到陆地上面 那最早登陆的生物就是所谓的显胎 因为显胎它具有角质层 所以它就登陆了陆地 OK 好那它登陆之后呢 后来就有一些生物开始出现了 对 我们知道那个 就是水里面的生物都住在水里面 开始陆地上就出现了所谓的昆虫 昆虫这种生物它开始可以吃嘛 那特别要注意的是 这个 我们说那个脊椎动物 脊椎动物呢 在水里面呢 本来是鱼类 最早的脊椎动物是鱼类 然后后来呢 就演化出了两生类 好 再来呢是爬虫类 好 这边同学注意哦 大家比较容易错误的是爬虫类 爬虫类不是虫 它叫reptile 爬虫类其实是龟 太难写了 我画图 乌龟 还有蛇 还有蜥 还有鳄鱼 爬虫类就是四大天王 龟蛇 蜀蜥蜴 乌龟蛇蜥蜴蜴 这是比较容易记得 它们是一种能够适应陆地生活的一种生物 所以呢 在古生代就出现鱼类 两生类爬虫类 那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古生代 我们今天的生物已经大部分都出现了 好 所以这是进入古生代 那到了中生代 中生代就是到6500万年前 0.65亿嘛 6500万年前 这个时候就叫做中生代 好 那这个古生代的结束是因为这个 山叶虫灭绝之后 所以其实每个年代的 开始都是因为有个生物灭绝的才开始 所以古生 进入到中生代 因为这个山叶虫它在水里面 就容易被这些鱼啊 这些动物吃掉 还有这些爬虫类吃掉 所以它们最后就灭绝了 那进入中生代之后呢 就是这个爬虫类就称霸了天下 这个爬虫类就称霸 所以就 我们被称为叫做爬虫类时代 爬虫 爬虫类时代 那植物的话 就是这个裸子植物称霸世界 所以到了这个中生代的时候 就是裸子植物是很强盛的 裸子植物 那就是一些松树啊 一些什么山啊 梳铁银杏这些植物 那当时候的代表化石呢 就是包含了水里面的橘石 橘石其实它很像螺一样 但它其实是跟现在的那个 所谓的鹦鹉螺比较接近的 它是一种有壳的章鱼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有壳的章鱼 这个橘石它也会噴墨汁 那当时候呢 这个陆地上就是恐龙 恐龙是最大的这个 呃 这个代表 好 那中生代其实最主要就是爬虫类 跟裸子植物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它的末期 又演化出两个比较小的生物 第一个爬虫类它演化出两个枝派 一个是鸟类 一个是哺乳类 当然哺乳类比较早出现 那植物的部分呢 裸子植物后来演化出一个叫做被子植物 就是会开花的植物 被子植物 被子植物 会开花 好 因为它跟昆虫呢 形成所谓的共同演化 有昆虫帮它传粉 所以有花 有昆虫传粉 所以 被子植物它后来就会渐渐的称霸 那这个时代其实持续了很久 大概 将近两亿年左右 那只是因为后来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陨石撞击地球 这个陨石撞在哪个地方 撞在现在今天的我们说那个 墨西哥湾那边 就是美国那边有个墨西哥湾 那边呢 跟墨西哥交界处 那边有个叫做尤加敦半岛地方 那就是陨石撞进那边 然后导致了整个地球上面呢 充满了这个灰尘 所以呢 后来恐龙就大量灭绝死亡 那很多植物很多动物都死了 那这时候呢 就是 接下来 嘿 就是 这个鸟类跟哺乳类呢 就称霸天下 所以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 鸟类跟哺乳类的后代 那其实鸟类跟哺乳类 它们都是恐龙的后代 只是它们是有毛的恐龙的后代 那在植物的部分呢 就是被子植物成霸天下 所以 今天的世界都大部分都是被子植物 比较多 那所以就在新生代 新生代 好 那新生代的代表化石就是像是 长毛巷啊 剑齿虎啊 这些 哺乳动物 等等 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边有个同学要注意就是 第一个是出现的时间 那 出现值 要特别注意就是 植物在古生代就出现了 显胎 蕨类跟裸子植物 那 脊植动物出现了 鱼类 两生类 爬虫类 但是到了中生代 最兴旺的就是 爬虫类跟裸子植物 动物的话是爬虫类 植物的话是裸子植物 那 只是因为他们因为后来灭绝之后 现在最 最新的 这个 称霸天下就是 鸟类 布鲁瑞跟裸子植物 好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 这个鸟类 布鲁瑞跟裸子植物 是在中生代才出现的 他们三个是 出现在中生代 然后 新生是在 新生代 那 新生代最后出现的一个生物 就是人类 人类是最后最后才出现的 大概20万年前 好 所以以上就是地质年代 那同学就是一定要把课本再读一遍 因为我老师只是 简单的帮你们做整理 那你们要重新再看一遍 才能够了解这个部分 好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 地质年代的部分 好 那最后呢 就要介绍第四章 第四章有点多 所以我可能 我可能先讲到这个 诶 我先讲到分 先讲到这个 命名的部分 那分类的时候 晚一点再来拍影片 来跟大家介绍 好 所以第四章 我可能是下一次再拍 我可能是今天晚上再拍 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好 所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四章的话就是 叫做分类学 好 分类学 好 那分类学到底在学什么呢 其实呢 我常常跟同学讲说 其实那故事最早是发生在 亚当夏娃那个年代 好 就是那个圣经有说 这个上帝呢 创造人类之后 就叫他做什么事情 就叫他去做命名的工作 好 其实分类学第一个工作就是命名 好 你要先取名字 你才能够去把它分类好 那命名呢 其实他的工作呢 其实蛮复杂的 好 那最早是由这个林奈 好 就是一个瑞典的科学家 我们知道瑞典就是那个IKEA 好 或是像是这个Vovo这个公司 就是他是从瑞典出来 还有诺贝尔奖也是在瑞典 好 那这个林奈他是一位植物学家 那他就是很擅长把植物做分类 他利用一些植物的花朵的构造 去把植物做很精确的分类 所以即便到现在 我们还是在用林奈的二名法 在做分类 那林奈呢 林奈那时候提出了一个方法 叫二名法 也就是说每一个生物呢 都要有一个两个名字的拉丁文 来建构他的名字 拉丁文 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 像王大伟 好像姓王大伟 所以那个王是姓嘛 然后那个名是大伟 那其实呢 在这个学名里面 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林奈他提出来的方法 叫做学名 什么是学名呢 学名的英文叫做Scientific 也就是说他是科学家在用的名字 所以一般人 比较不会看到学名 不看到学名 都是在一些学术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报道 或什么之上身上 好 那么呢 学名的意义什么呢 这边最重要的学名就是像是人类 人类的学名叫做Homo sapiens 好 就是说呢 他说学名 第一个他就用拉丁文 这不是英文 是拉丁文 因为拉丁文是一个死的文字 所以他不容易改变他的意思 所以年代就选用拉丁文 好那拉丁文还有写法就是 他这边呢 一定要斜题字 用斜题 或者是加底线 如果你们也不会写斜题的话 就加个底线也可以 OK 所以你可以画一条底线 或是用斜题都可以表示 那学名有一个重点就是 呃 第一个字叫做鼠名 叫鼠名 鼠名它是一个名词 然后它要大写 它可以代表亲缘关系 其实分类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要用亲缘关系 就是到底 为什么鲸鱼跟海豚是跟大象比较接近 而不是跟那个鲨鱼比较接近呢 是因为呢 像是 因为鲸鱼跟海豚跟我们大象 都是叫做哺乳动物 所以鼠名就是可以告诉我们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生物 那第二字叫做种小名 注意不是种名 是种小名 种小名呢 是形容词 那它代表意思就是 它可能是它要小写 那它代表意思可能就是产地 这个生物的产地 或是它的特征 或是用来纪念一些人民 比方说纪念 像我们台湾有一种 有种蜥蜴叫做说德式 有一种蜥蜴叫做斯文豪式盘棋 那它就是纪念斯文豪这位科学家 所以它可以用来产地人民的特征 所以通常种小名 它可能会被重复来使用 比方说有所谓的台湾蓝雀 或是台湾云豹 都叫台湾 但是其实 它只是因为都叫台湾 所以呢 这就是学名的写法 那这边有个重点就是提醒大家 有了学名之后呢 我们就要了解 什么叫做同种的生物 同种的生物 同种的生物呢 有个特性就是 第一个它的学名要完全一样 学名要完全的相同 所以我们黑人白人呢 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你都叫做Homo sapiens 就是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你都是Homo sapiens 那就是因为我们是人 那像狗也是一样 全世界的像是拉布拉多 吉娃娃 这些家里面养的狗 其实它们都同种 所以呢 同种的 有个第二个定义 就是它们可以互相交配 互相交配 而且它们可以 生下 具有生殖力的 后代 所以这是同种的定义 第一个学名要完全相同 不能够只有属名相同 也不能够只有种小名相同 要两个字都要相同 所以刚刚说Homo sapiens 它就是二名法 但是这两个字合起来才是 一个种的意思 一个种 OK 可以吗 好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通常同种的生物 它们的染色体会相 会一样 比方说人类都是46条染色体 所以呢 它的染色体数目 基本上要一样 染色体 数 也要 相同 所以各位 你只要看到这三者 特别是前面两个 符合的话 那它一定是同种 那不染色体的话 就不一定了 有些染色体刚好是一样 那所以最重要 就是前面这两个 就是说 你只要学名完全一样 而且可以互相交配 生下去有生殖能力的后代 那它就是同种 所以我们说 这个 马跟驴可以生下螺 它不是同种 原因是因为螺没有生殖能力 因为染色体的问题 所以让它没有生殖能力 好 所以以上是关于命名的部分 那我晚一点会再拍 关于这个 就是所谓的 戒门钢目科 这种分类法 还有像解锁表 还有 我会讲到关于细菌 原生生物 还有这个 菌物界 植物界的介绍 那我晚一点再拍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我就先讲到这边 好 然后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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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